好我们来看一下外星的第一道题目 他说Root直角三角形ABC中 这里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在外星这里你要有一个敏感度 你只要看到直角三角形 你就要知道他的外星会在斜边终点 如果你有这个敏感度的话 下一句话他说 O为斜边AB的终点 你应该就要知道这个O 其实就是外星 那题目告诉我们说OC是6 要求这个三角形ABC外接远的面积 那外接远在哪里 我们简单把外接远画出来 那既然要求原面积的话 原面积是半径乘以半径乘以3.14 上了国中我们叫做半径乘以半径乘以π 换句话说也就是πr平方 π乘以半径的平方 那可是题目有没有告诉我们半径 乍看之下没有 但是其实他是直接就把半径跟我们讲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外接远 那外接远的原性叫外星 外星有一个性质 就是外星到30点等去 换句话说 OA会等于OB 会等于OC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三段都是外接远的半径 所以OC是6 就等于告诉我们OA跟OB都是6 也就是他的半径是6 因此我就知道他的外接远的面积的πr平方 会等于π乘以6的平方 也就是36π 那这一题我们就做完了 那这一题考什么呢 考你的敏锐度 第一个你知道直角三角型的外星在斜边中 第二个你知道 从这个外星到30点等距的原因 是因为他都是外接远的半径 所以你就知道他告诉我的OC6 其实就等于OA OB跟半径 全部都是6 就考这两件事 好 再来我们看第二题 他说如图三角型ABC中 角C是90度 且BC等于9 AC等于12 一样要求三角型ABC外接远的面积 那我们把他外接远画出来 一样要把他的半径找出来 那我们知道外接远的原星 就是外星 那直角三角型的外星在斜边的中点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有办法把斜边找出来的话 那其实这个斜边的一半就是所谓的半径 那就可以找到这个外接远的面积了 那斜边怎么算呢 当然是利用B字定理 线段AB就会等于根号 9的平方加12的平方 9的平方是81 12的平方是144 加起来是225 225开出来是15 那如果你不会开那没有关系 我们在旁边做指引数分解 用5 54210 5525 再用5 5945 用3 3 所以他有两个3两个5 集满两个换出去 就可以换一个3跟一个5 就是3 更号3的平方 乘以5的平方 换出去就是3乘以5 因为集满两个换出去嘛 所以就是3515 我就知道他会等于15 那斜边等于15的话 他的一半就是半径嘛 因为这个外星这里到三顶点的距离 都是外接远的半径 所以他的一半呢 就是15分之二 换句话说 他的面积 外接远面积 就会等于πr平方 那这个r是15的一半 也就是2分之15的平方 那所以换算出来 π乘以2分之15的平方 15的平方是225 2的平方是4 所以答案就会变成 4分之225π 那这一题我们就完成 这就是第二题的做法